近日蔡少芬在微博上传一组自己被绑架的照片并大呼救命 称救命啊哪个英雄能救我 照片中蔡少芬身处一个仓库中坐在椅子上赤脚上阵 整个被绑在一个大铁桶上面看上去非常的逼真 随后老公张静转发微博称还有空发微博应该没事 正在网友一头污水时蔡少芬对老公的漠不关心表示不满 称被你戳穿机器 其实这些被绑架照片是蔡少芬心细的剧照 发到微博上只是想吓唬一下大家 但不一会儿就被张静揭穿 为此这对小夫妻还在微博中隔空假扮嘴调情的架势 让很多网友羡慕不已 其中有网友留言称赞到好友爱的两夫妻 更有网友称皇后娘娘每日一萌啊 蔡少芬和老公张静于2008年1月份结婚 此后先后连续带下两个女儿 但照顾孩子的琐碎生活并没有减少他们的恩爱 蔡少芬前不久更在张静生日之际 扔下工作和两个孩子 推老公去海边度生日过二人世界令人羡慕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